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可闹嘟了 我跟你说要写我的名字不是说我对我们的未来没有把握没有信心 而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房子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有一种归属感 尤其是女人你知道吗 就住进去吧 就有一种主人的感觉就那种感觉就特别正义你懂不 就你这时候你上我们家你就得像主人似的那安全感是别人给的吗 你不主要是自己的 我就这么说你懂不懂吗 你写不写我不懂 你写不写没有啥 你有啥重要的呀 不是 我这么说你还不懂 那你这物性太低了 我再说一遍 不是 那你这绍来绍去 你要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就是今天来我们这乡亲的嘉宾 对这个房子的名字就要求 乡亲主角娄喜元 1993年生人 老家余树 目前在长春定居 自我评价 乐观开朗 要抢冷静 却又缺乏安全感 大家好 我叫罗许元 我今年26岁 我在长春取入美度工作 做电话销售 我在事业上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但是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性质非常开朗的人 爱说爱笑 我的责任标准是必须在长春有自己的房子 房转正上有我们两个的名字 以后我俩的经济大权又窝管 我希望未来的她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 这样能给我带来安全感 因为每个女人都想当一种小女人 看什么 姑娘上来那是毫不客气 先将择偶的经济要求摆在了前面 那就是得在对方的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才行 可要说现在这房价多贵 这一套房子可相当于大多数奋斗青年的大部分家当 姑娘这个要求能实现吗 我看你现在这个工作时间上还都挺随意的 对 时间就是工作还挺好 这一晚上一周有时上两天吧 有时上三天吧 就上两三天吧 对 这么清闲啊 对 现在还干弟弟吗 干 也干呢 也好 今天耽误你干活了 干弟弟是不是 这事比干弟弟挣钱主要 没啥都不晓了 以前耽误了 把自己耽误了 现在再耽误耽误的话真就自己越过了 相亲对象王永鑫 39岁未婚 职业电工兼职开滴滴月收入6000元加 有一套全款房一套贷款房 长春一美元婚恋服务中心推荐 你多大今年 我今年是周岁三下九七岁数十了 那你为什么四十岁没有结婚呢 一开始忙了 一开始父亲去世那年 家里什么都没有 然后那也不能说 你父亲去世家里什么都没有 是你父亲得什么重病了吗 对啊 当时把家里的钱都准备了 都花光了 然后我妈那边就要结婚 我妈说说儿子你结婚吧 然后房子给你 现在这套房子给你 老妈出去住 那我一清的话就不能结婚吧 因为我家那套 现在我妈周上那套房子是不少四十的 我妈那套房子不少四十 那我就肯定是不能弄他 所以说这些那套房子一个当务的人 对 你想当务好努力 当我买完那套小房子 我找到一项学院就说了 说的你都没个车不太好找 我就买一只 我就开始挣钱 然后然后人又找着一下人又说了 说的房子太小 我那一会儿 你有过第二十吗 有 我认为两个人 认为三个人 第一段是出出出 就不觉得这么 第二段是因为我感觉那种还能到备台 第三段呢 第三段就是去年出了 出了多少时间 出了五个半日 也是五个多月 是不是觉得哪儿合适呢 这个是因为彩礼 啊彩礼 你是不喜欢要彩礼吗 一方面不喜欢 二一方面当时是为了跟他结婚 我贷款买的房 买的最好 我现在住得到 一百多亿 贷款买的 买完房子后 真是当时真的一点都不允许 说这个不好听的话 当时连一样的 我这套就不能用 因为啥呢 当时我是为了付百分 我当时首付一下干了百分之百十多 百分之百分之六十 啊百分之六十 那你买这个房子是为了跟他结婚 那你这个房子写他名了 没有 没啥呢 当时买完之后 他想 他没说要写他名字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要台里 然后我实在还给不了 就是你不喜欢就是结婚冲药彩礼 因为说这两句话啊 我不知道说这句话最不对啊 我这个税数了 一方面没有那吸引力了 就是不可能出去再挖下来 就不可能是本性为不那人 但是咱夫说是不那人的 本性四十岁了 要你挖你就没那净利了 对吧 说这实话 我都以后全是你们的 我能带走吗 我死了之后 他也带不走 最码你的房子车子签 虽然这个东西不说得也绝对的 但是这个就是 感觉就是生活中一种保障 你什么都没有 谈和给我幸福 用嘴呀一说 上嘴神一碰下嘴神 那么一说 就是我喜欢你 我爱就行了 我已经过了那种 就是那个谈说 谈情说爱那个年纪了 就是你给我 没法麻烫 我就高兴得不得了 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 其实 我爸感觉就是 我个人的观点 不能说所有人 我感觉就是 房子必须得家务名 因为这是我生活中的 一种保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对此姑娘深信不疑 她认为婚姻必须要有物质保障 车 房 钱 这些都是必须要具备的 所以在探得了小伙子 对于女方要财离 等事情的态度之后 姑娘果断地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那么接下来 小伙子将会如何反应呢 结婚了都可以有 我这个不反对 但是没结婚之前 我是不会掉 我不会写她某一开始 免她出现什么变化 没啥呢 我这人就属于 我手有点 太过于紧身 你有没想过 就是既然女人能跟她选择 过一辈子的话 就选择跟她结婚 一辈子都谈不上 因为一辈子很长 就选择跟她结婚 就是你认为她还会 在中间整些事吗 出现罗乱吗 这一点你是不相信自己 还是不相信女方吗 我感觉两个人之间啊 最码得先有信任 才能走到最后 如果连最码信任都没有 怎么能走到最后呢 只要我总说 我说人已成才能成为朋友 人已心才能成为事业 如果你跟这个人 一起做生意的情况下 你对这个人有疑问的话 你不相信她的话 你俩怎么能和我 把这生意做成 如果你相信她的话 没准你俩就真正成功了 那你没记得 德连上年有句话吗 正规二十二条当中 我本人信守承诺 也信守合同 但如果对方不信守的话 那就怪不得我 大义就是这个大义 那谁能说那个就是 就是何比 如果我跟人家结婚了 我就不可能说 他能涉及到离婚 特别我是一个单亲的人 因为两个人组建一个家庭 就是不是说咱俩之间的事 是双方父母 涉及到老多人的事 而不是光是两个的事 两个家庭就说 结婚了就不是两个家庭 那就是两个家庭 对呀 谁会把自己的婚姻 当做儿戏呢 我又说当儿戏 我不是说你说了 但是吧 就是 他说了我也说 你那种不信任 就是表现出来了 你说信任 这话咱们都拉回来说 我信任你了 你拿啥给我信任 就是说这个东西很 就是 那你就在质疑我的人品吗 我不是说 质疑你的人品 你知道吗 而是我 我睡不大了 我手脚痒 我躲过了 强势 强势 这给我的感觉 因为他有些问题 问着吧 怎么说呢 让你回答有事 不回答有事 因为回答了吧 肯定不满意的 那如果他又不强调这个事 你说这个 盖明那个事 你会考虑到 一定要婚前盖 或者一定要婚后盖 对 不婚 就因为他强调了 所以你觉得 对 我感觉一个男的一二再三再三再强势 这个事 我不喜欢 还是很谨慎 因为他年龄在这 他月历太高 太多了 他虽然说没那么多月历 你听他出对线 三个 都五个多月 我感觉五个月 对他来说是一个卡 让他看过去 虽然小伙不反对 在房产证上添加姑娘的名字 可是这添加的时间 得是在结婚之后 这让姑娘有点接受不了 历时之间 俩人争论的话题 从房产证到彼此的信任 再到人贫的质疑 那是谁也不让谁 说句实话 我现在二十的话 出过两三年我就敢嫁 但是我现在三十九四十了 那么我也就出过半年多 不到一年我就跟他结婚了 然后我最公司要说句实话 然后呢说 因为我之前嫁的话 我稍微有了胆子就在吐 知道吗 就说两句话 一个本就是一个证 能让你有安全感吗 我感觉证不主要 主要是新 有不了三观太不同 我感觉那就是一个本 那象征上它什么呢 就是就刚才我说的也是 就是那个 有的人不领证 他也会过一辈子 有的人领完证了 不许照上了一婚吗 他就是一个受保护的一张 对我来说是一张没有用的诸 你觉得两人相处 不应该看这张纸 对 就是那个解决证吧 它是受法律保护的一种 具体啥也插入不进来 婚姻还是需要两人去经营的 不能光靠一个证 他们那些人终究不是那种 做生意或者是动彩票 做生意也是难 只有动彩票那种人 还会拿钱不当钱 对象呢 来得太快了 还有祖国那种来钱 赢的钱 也不当钱 都来得太快了 所以实话 十年就不来 差事又多了之后 有很多东西想法都不一样 都不一整 完了 白忙活了 没成 那都给我心 那还有啥疑问吗 这怎么可能成啊 你说 没有悬念呗 一丁点悬念都没有 人都说说 俩人隔一块 差三年一道狗 他得差四道狗 那得差多远 差一年 差好一滴地 所以方方面面 想法啊 阅历啊 对待生活的态度啊 夫妻相处之道 没有一点一样的 你说那还有个好吗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小伙子呢 他呢 也有他的难处 你想想辛辛苦苦啊 苦吧苦夜的呀 挣了这个房子啊 真是不容易 但是小伙子做的呢 我觉得也挺到位的 也是一个明白事的人 人家同意 把房子 加上姑娘的名字 所以好老爷们啊 好老爷们啊 为啥三十九不结婚呢 不就一直攒着房子 攒三十九年 那你想容易吗 怎么初天就开始大工啊 那就行思吧 努力吧 反正 等江泰妇的时候 就垫进去找什么工作呀 好不容易攒着房子 不是不能写你名 咱俩结婚婚写呗 没问题 那你说 这没结婚 我写你名 我疯了 事不就出在这上了吗 就是姑娘之前 只是说房产证上 要写她的名 她也没想什么时候写 是小伙子强调了一下 说得先登记 然后写名 然后姑娘在这事上 跟他俩置上戏了嘛 其实姑娘 她有她的想法 你给我俩登记了 你要不写了呢 你不写了 我跟俩离婚呢 那你这么说 还冤这男的了 就拿那个不提 啥时候写名 这事就没这事了 对啊 根本就 我跟你说 你们女的啊 就一丁点都不讲理啊 那你说 你这样这个概想 按你来说 您说结婚之后 再写名没问题 现在人想的就多了 其实小姑娘也没啥毛病 人家就想要一颗 在乎她的心 对不对 那既然她这么重视感情 咱们还得给安排 安排一个重视感情的呗 然后我给你介绍一下 女孩叫娄喜元 然后男孩叫刘欣欣 你好 坐吧 坐吧 相亲对象刘欣欣 35岁 身高1米65 老家敦化 现在长春定居 职业汽车厂工人 约收入5000元 长春以美元婚恋服务中心推荐 那你是跟父母住 还是自己住 我现在是自己住 父母现在是在外地的工 您老家是长春本市的吗 外地的 敦化 敦化的 那你在长春定居是 贷款买的房子吗 对啊 学生能接受贷款买房子吗 如果啊 就是他贷款买房 我能接受 能接受是一方面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房贷 我可以给他去还 因为这个本上 必须得贴上我的名字 这是我给我的生活一种保障 因为现在社会吧 就是都有一种攀比的心理 就是别的女人有的 就是我也想有 但是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你把BBD有这种心理 就是别的媳妇 就别的男媳妇有的 我也想给我自己媳妇 我喜欢这样的人 那你感觉房本上 加上了你的名字之后 是有安全感吗 对啊 其实房子吧 就是不代表什么 但是吧 我嫁给这个男的 他 我 在三家医院都是个外人 但是有一点是 加上 这个本上加上我的名字 我会感觉有安全感 知道吗 那你为什么 就是觉得会缺乏安全感 也许就是 我单亲的原因 我其实真的挺缺乏安全感的 一个人感觉 你认可的小姑娘 提出这个要求 你会同意吗 同意啊 有什么不同意的呀 主要是你给她都可以 面对第二个相亲对象 姑娘说出了自己 坚持要在房产证上 加自己名字的原因 因为她认为 这是一个安全感的保障 面对姑娘的要求 刘欣欣表示可以接收 但这时候 姑娘又提出了 一个新的要求 其实每个人都喜欢物质 但是这个物质 得分怎么去习惯 你知道吗 嗯不是 我觉得是够用 或者是两个人足够就行 那你 我问你个问题 什么叫够用呢 够用就是 你遇到什么事了 然后就做什么事 就跟吃饭似 你得需要筷子 请拿筷子吃饭一样 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 嗯 就是说 何必你上班挣钱 对吧 嗯 你约何必说 挣五千五千 这就是你 心目处想要那种目标吗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挣五千 你想去 再多一点 你拿五千工资的时候 你想 甚至想去拿一万 也许你是一个就是 就保持这种 这样事就行 不需要上升 不需要下降 维持原状就可以 不是说 让你现在去说 跟领导说 给你涨工资 或者怎么 我就说 作为一个比喻 人不能 就是永远都活在 这种现状当中 知道吗 姑娘对另一半的 新要求 就是必须得上进 其实这也是 姑娘没有安全感的体现 但是 她这种强势的 表达方式和要求 又让第二个 相亲的小伙子 有点招架不住了 同样的局面 再次上演 那么接下来 刘欣欣是开始反击 还是逆来顺受呢 今天的相亲 又将有怎样 令人意外地收场呢 你是个传统女孩 就是按这个社会 你在不断地跟着 跟着走 像我们似的 我们就是 等待时机才能走 所以完全是不在 节奏上 跟不上你的节奏 明白吗 你像我们这个阶层 往上提高的话 它要学历 要专业知识 我们都得自己去学 然后你学完之后 也得考 得考 不过我们不像别的地方 其他企业都是 你学完了 直接到了部门 干了一两年 就可以往上 继续往上走 我们就会不是 有没有想过 做一些投资之类的 做那些 就是创一些副业 现在是不行 现在是不行 对 得过一段时间 最少得过三年之后 我问你个问题 当你三年之后 你想做这个事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别人都已经在进行三年了 等你去做这个事情 你认为这个事 还是就是在你心里 赚钱的事了吗 没有赚钱的事 就是早看到那步 走那步吧 现在就是没招 我现在是没招没招 因为我已经在 这个局限当中了 想自己动的话 动不了现在 是指着 就是时间上 时间和经历上 都动不了 因为我得 把其他全都还完 还完之后 我才能用 你说的是房贷吗 不光房贷 还有其他的 还有什么 卖债 是买房子 欠下的 一些吗 你那房子是 借钱买的 对啊 外边还有三五块钱 就是一条 现实的一个压力 在这边 所以说就是 你的经济也挺紧张 对 怎么扯的吗 捞来捞去 这不又捞回物质的吗 我跟你说 现在我都看透了 在 这正常 因为在有的姑娘眼里 感情和物质 就是花等号的 就是你对我 投入多少金钱 就是爱我有多深 就是这意思 其实姑娘的心理是什么呢 我想得到你的爱 如果你不能给我精神上的 不能给我灵魂上的 那我至少得保证物质上吧 这不是有安全感吗 少来这套 这是什么混蛋逻辑 感情啥时候 跟钱是一样的东西 那你就上嘴唇 下嘴唇一碰 我爱你 我心里有你 不是我生气就生气在哪儿 你要要啥 你就直接说就完了 你说我最想找条件好的 人家女人说了吗 说男人能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你 那就说明他就很在乎你 对于男人来说什么最宝贵 责来的钱最宝贵 那对女人来说啥最宝贵啊 就是你身上的钱对我来说最宝贵 太感情了 感情 什么安全感 就是扯淡了 告诉你就是要钱 你就没想明白这个感情 和这个安全感的之间的关系 什么安全感 这个那个没有 你不用想了 你想不明白 没有没有关系 咱们下去接着想 赶紧 感谢我们的金主 乐音518 矮改大帮黄英良 中枢第一抗导王 本来没有乐音东科赞助播出 什么安全感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看看宝宝样子的你 打开抖音 开启录制或拍摄模式 在道具的最新贴纸里 就可以找到宝宝特效 快和身边亲朋好友一起玩起来 让你回到小孩的样子 像宝宝一样可爱 赶快拿起手机 扫描节目内的二维码 下载抖音APP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打开抖音 开启录制或拍摄模式 在道具的最新贴纸里 就可以找到宝宝特效 你有幻想过想回到童年吗 你还记得自己 儿时最可爱的样子了吗 今天抖音APP 圆大家这样一个梦 这不咱们的主持人 就首先体验了一下 这让人爱不释手的宝宝特效 上抖音玩宝宝特效 看看宝宝样子的你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是我们小朋友 经常听到的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有一座山 山里有一个庙 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 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说 从前有一座山 山里有一个庙 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 哎呀 这个小和尚啊 突然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劲了 说哎呀 你这不骗小孩呢吗 你这不是个循环的故事吗 永远也讲不完呢 然后小和尚就想了 这个故事以后我要自己讲 我要自己编这个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怎么说呢 从前有一个山 山里有个庙 庙里有一个老和尚 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 小和尚说 你别讲了一天八八的 不知道我没吃中午饭呢吗 赶紧去做饭去吧 行李俩人最终走进婚姻殿堂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结果 最终俩人都会拥有一个爱情的结晶 想到这里可是羡慕了无数的小行李 但如果你的另一半突然想要一个小宝宝 你会怎么办呢 老公我一上了事呗 咋的老婆我跟你说 没有事吧 有啥事你就尽量跟我说 只要能办尽量都给你办了 我想要个孩子 啥 你不然突然想要个孩子呀 那不是我昨天玩抖音吗 抖音声推的呀 然后说上抖音玩宝宝特效 就可以看到宝宝样子的你 于是我就试了一下了 结果呢 还要去我玩上瘾了老公 我跟你说老可爱了 然后我就感觉 我像是那种回到了童年 不是 那跟你生孩子有啥关系呀 那我就想了 你说我都这么可爱 那我们的孩子一定是非常的可爱呀 你就因为这个所以想生个孩子 错 我想生一窝 不是老婆你不是说了吗 咱俩现在把事业都处于上升级 不都说了吗 以事业为重 本过了年咱俩才生孩子 你怎么说还不算数了呢 那玩意跟爱情一样 都开始说来就来呀 我不管 就要要个大儿子 你确定你想要个儿子 对呀 行好吧 我答应你了 妈妈 你信不信不一脚 我歇死你 生活中如果迎来自己的小可爱 那可是一件大事 夫妻俩人都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才能把自己的小宝宝教育得出人头地 但是如何教育宝宝 那就苦恼了很多年轻人 不要怕 今天我们的抖音达人就来教教你吧 欢迎大家观看六妈一分钟 有一天 有位妈妈去学校 这孩子迟到了 一个人贩子抓住机会 趁机哄骗她的孩子 骗子说 哎呀 小朋友 我东西丢在厕所了 现在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 他是想把孩子引到厕所里 好让同伴下手 结果他连续过了三遍 这个小孩子一直摇头 他恼了 你说孩子没学过什么叫助人为乐吗 小孩瞪了他一眼 跑到老师身边去了 人贩子看这个孩子激进 马上转回目标 没到十分钟 他们骗到另一个小孩 正刚打算开车走人的时候 对警察抓了个正招 原来这个小孩子 跑到老师身边 很笃定地跟老师说 这几个人是坏人 老师奔心待你 但是为了安全着想 还是报了警 结果没想到 他们真的是坏人 老师就问这个小孩 你怎么知道 他们是坏人的 小孩说 那么说过 如果有大人找你帮忙 千万不要理他 因为如果大人 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 一定会寻求成人帮忙 而不是比他还弱小的孩子帮忙 如果各位老体 还有哪些恋爱心得 要跟我们分享 那就马刘在相立相亲的 抖音官方账号上留言 知回一声 上抖音看视频 恋爱技巧我还行 相比相新 由抖音APP冠名播出 上抖音玩宝宝特效 看看宝宝样子的你 打开抖音 开启录制或拍摄模式 在道具的最新贴纸里 就可以找到宝宝特效 快和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 玩起来 让你回到小孩的样子 像宝宝一样可爱 赶快打起手机 扫描节目内的二维码 下载抖音APP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能和你同甘共苦 但我不想跟你白手起家 人到底得到什么时候之后 才能说跟老公患难 谈不到白手起家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本就对婚姻不信任 却又遭遇到 不靠谱相亲对象 我头也不回来 我把他们全领走了 姑娘的强势外表下 到底隐藏了哪些 不能说的秘密 我不喜欢别人 怎么讨论我家人 因为他偶尔会讨论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什么样 不需要你来给评价 我怎么讨论我反感着一点 而且特别农村就是 以鹅传鹅 就说的非常严重那种 乡里乡亲 房产证上要有我的名 下期播出